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小龙父子青壮年横腰的英国 很多人都以为李小龙是中国人 其实不是 1940年李小龙出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 国籍是美国 是一位美籍华人 他是好莱坞首位华人演员 李小龙主演以功夫为题的动作电影 唐山大凶而大获好评 此后主演的金武门 猛龙过江 龙争虎斗及死亡游戏 震撼了整个影坛 在国际上迅速声明确起 李小龙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记忆奖 香港电影金像奖 终身成就奖 英国传媒协会传奇大奖等 1967年 李小龙自创结全道 弘扬中国功夫 是美国黑代十大世纪武术家之一 拳王穆罕默德 阿里评价 李小龙是个伟大的人 他是那一领域中最为杰出的 我希望我能遇到他 因为我的确喜欢他的武术 他超越了他的时代 美国柔道之父杰尼勒贝尔对他的评价 他的出击速度比一般人快两倍 他的全数 步伐和他的梯技确实超群 如果说有舞者为王 小龙则是王中之王 他是那个时代里最出类拔萃的顶级高手 不仅华人对李小龙耳熟能详 对西人一提起Bruce Lee 没有人不知道的 几乎成了功夫的代名词 他的荧幕形象 对全球华人 以致世界各地均有影响力 他的名字成了武打电影 甚至是中国功夫的象征 李小龙父子早逝 正当李小龙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33岁的李小龙参与演出《死亡游戏》期间 于1973年7月20日 猝死于丁沛在香港九龙西九龙堂的家中 该是引起极大震撼 其死因至今依然充满争议 有不同的版本流传 有人说是谋杀 有人说是病死 有人说是药物过敏猝死 还有人说李小龙是死于马上峰等等 李国豪是李小龙唯一的儿子 生于美国加州 八岁时其父李小龙去世 李国豪可以说子成副业 他由其姆林达教授武功 成年后 他的武术造诣已经较高 随后进入波士顿 爱马逊卡列电影学校 学习电影制片和表演 他沿着父亲的道路 也成为了一名演员 出演电视剧《功夫圈》 作为李小龙的替身登上银瓶 李国豪俊朗的外形和高超的武艺 让好莱坞的制片商们刮目相看 纷纷认为李小龙所留下的空白 将由他儿子来填补 所有人都看好李国豪的远大前程 斥资1400万美元的动作片《乌鸦》 是李国豪从影以来投资最大的电影 他一丝不苟地完成了导演要求的 每一个高难度动作 1993年4月1日晚12点半时 正拍摄电影《乌鸦》中的一场枪战戏 道具枪劲意外射出真子弹 李国豪腹部重弹失血过多身亡 年仅28岁 他的死让李小龙的悲剧再一次重演 一颗冉冉升起的功夫心心 就这样随风而逝 为何李小龙父子青壮年横腰 我们看看李小龙父亲的生活历程 李小龙父亲李海权绑架私票 很多人都以为李小龙的祖籍是广东顺德 其实因为广东南海 他的父亲名李海权 祖籍南海九江 因为合谋绑架而逃亡顺德 李海权是个恶霸 干些绑架勒索劫财之事 有个有钱人家的五个儿女 全被绑架 按人头索要相应的赎金 可是这个有钱人 仅仅赎回他的大儿子 不交纳剩下的四个儿子的赎金 结果 李海权就把那富人的其余四个儿子 当场都给杀了 李海权怕对方大儿子日后来寻仇 故逃到顺德躲避 李海权不仅仅绑架私票过上述一家 南海九江敦根村人李珍女士就公开证实 李海权参与孩童绑架私票一事 他的弟弟李左伦就是被绑匪打死的 年仅四岁 二战期间 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 李海权从广东逃到了香港 而后 日军对香港呈前击之势 危机四伏 人心惶惶之下李海权携家眷去了远离二战战火的美国 所以 李小龙在美国出生之后 也就成了美籍华人 后来 李海权又回香港发展 在1948年初期 李海权和廖霞怀 半日安 叶福若和称 越聚四名丑生 中国人讲因果报应 祖先基福 基德 缺德 损德等 都是真实的存在 人做坏事 就会损得和得到业力 而业力可能导致人这辈子或下辈子的轮回转生中 有灾有难有病等现象 有时 祖辈也可往后代极 这些业力 造成后代的磨难 中国的许多成语都与英国有关 比如自作自受 自作孽 不可活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前因后果 因果报应 报应不爽等 有人以为李小龙追求速度和高负荷的训练 过度地透支自己的生命力 是其英年早逝的一个原因 其实不然 李小龙十几岁就失从叶问学习永春拳 叶问 从李小龙的走路姿势就断言 李小龙是短命想 活不长 李小龙后来也一直在纠正着姿势 李小龙从美国回香港时 对叶问说 我现在脚后跟可以着地了 六十年代 李小龙在美国创结拳道前后 的确进行高强度的训练 但不是其短命的原因 永春拳的训练强度并不大 叶问在李小龙十几岁时的断言 敬意与成衬 可见其早逝原因不是高负荷的训练 而是因果报应在主导着一切 李小龙英年早逝 死因无解 如果说成是巧合 他儿子李国豪拍戏发生意外 被道具枪枪击死亡 又认为是巧合 两次巧合就不会是巧合而是必然 而且李小龙的这儿身体有些怪毛病 这些不幸事情的出现 巧合的可能性更低 传统文化重视道德教化 叫人向善 遵从天理 魔鬼为了毁灭人的肉体和灵魂 破坏传统文化和道德 不让人相信善恶有报 认为人死了即消失 一了百了 有什么好担心的 让人自意妄为 恶事作尽 目的是要把人带进罪恶的深渊 使社会道德沦丧殆尽 因果法则 善恶有报时客观存在的天理 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不会因为人认为 不存在就不作用于此人 古语云 从来天运总循环 报应昭彰善恶间 万事皆有因果 人在做 天在看 从古至今 善恶报应 丝毫不差 只是早晚而已 李小龙的父亲 李海权杀人祸及后代 李小龙父子 青壮年横腰的实力 告诉人们 善恶必有报 感恩你的观看 此文若有谬误 我皆忏悔 此文若有功德 普皆会相 愿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 都能离苦得乐 萧三丈诸烦恼 得智慧真明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 请您关注佛语 或留下宝贵建议 别忘了把佛语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 成为更好的自己 一起见证光明